文武 作佛神力無量 威德唯唯不可稱說 既然佛那麼神力無量 威德那麼崇高 為什麼佛還會受九罪報呢 底下列舉九種罪報 醫者 犯侍女 孫陀莉 他毀謗佛 滲透力棒 五百阿羅漢也同時被毀謗 這是第一個 他的姻緣等一下我再舉一些經來說明一下 第二 沾遮婆羅門女 就是有一個婆羅門女 她綁著一個木浴 裝作大肚子 來毀謗佛 到佛還有種弟子都在場的時候 旁邊說 你之前讓我懷孕 現在不給我飯吃 只是在那邊跟弟子說法而已 你慈悲他們為什麼不慈悲我呢 就是這樣的毀謗佛 三者提佛達多 就是提佛達多 推山壓佛 這個山 導師標點本的註解 角度第九 標點本教刊 山 因是十字之物 整座山當然沒有辦法整個推 那是山上的石頭 推山上的石頭 他寫著經文他就直接講山石 就是佛要經過 提佛達多從山上推這個石頭下來 想要砸死佛 可是佛法神 把他擋掉 石塊就整個脆掉 碎片就上到佛的腳趾 好 試者 蹦木刺腳 佛一定在行腳的時候 在走的時候 被那個 木頭刺著腳 很痛 非常痛 五者 本來硬貢應該是吃很好吃的 結果吃得非常不好 只吃很粗糙的馬脈 七者 冷風凍固 急痛 背 感到很疼痛 八者 六年苦行 九者 入婆羅門聚落 去啟食 可是 大家都不給 空波而還 這經論 談了很多 他最近這裡是提到這九種罪報 有的提到十種 多少 不太一定 富有冬至前後八頁 這個寒風刺骨 佛所三一遇寒 就是說 佛也怕冷 雖然說金剛不外生 不然就說 佛你不怕冷 那為什麼寒風來的話 你要說趕快再給我一件衣服穿 一件不夠兩件三件 可以了 所三一遇寒 不但怕冷還怕熱 又復患熱 請阿蘭在後面 那時候沒有電燦 只好用手 散佛 不然就說 如是等世界小事 佛皆受之 如果你說佛神力無量 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東方 南西北方 南西北方 視為上下 光明色相 威德威威 那為什麼你要受這樣 種種的罪報呢 有關於會受種種罪報的因緣 我們在角度的第五 瓜五一 比較詳細的 是第四行 佛說興起行經 佛說興起行經 這個 很詳細 另外 最後 根本睡卻有不比那也要事 這一面 也談了很多